然后会帮自己 会用不打造出价值 然后我希望 这些老大们 还有一些没有来做的老大们 会继续的 作为行业的点赞 然后更能够了解 权力越大 责任也越大 然后提供一个更好 更开放的未来的互联网环境 这个本来是有观众提问的时间 因为时间已经是 向后言了 我们就省掉这个环节 我想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还这么三个回合的 取得了一个脑力震荡的结果 成果吧 我觉得在回顾过去十年的过程里面 我总结了三句话 实际上是说 抓住基于拥抱变革 用户至上 或者说用户的体验至上 这一点造成了 我们今天坐在这的诸位 他们在互联网过去十年的 这样一个成功 那么在第二轮的时候 实际上是三个大的领域里面 已经竞争的非常的激烈 一个是电子商务 一个是SNS平台 还有一个就是手机 用互联网的手机 用互联网的方式来生产手机 改变整个的一个这样一个生态链 产业的生态链 那么刚才开服在 谈到了这样一个未来移动互联里面 有两个阶段 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在未来的三年里面 可能这三个大的方向都会进行一个融合 在一个平台上的融合 尤其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位置的 地理位置的一个准确界定 然后它来会产生很多的机遇 那么在近期的情况下 他说是三年 那么近期在一二年的情况下 娱乐和搜索的这样一个结合 可能会带来新的一些小的公司的一些崛起 尤其在用户的体验上 如果下功夫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商业机会的出现 那么在整个结尾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个非常深的感慨 就是今天来 我发了一条微博的时候 其实看到了好多网友 在跟一些大的公司提一些问题 也有一些期待 还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 其实我作为一个互联网的用户 一直十多年的这样一个用户的话 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跟感触 我觉得互联网的这样一个行业里面 他的这样一些创造者 或者弄超儿 我都是非常的尊敬 既然他们现在的公司 可能在种种方面 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 我觉得也都是网维面对 期待他们能够变得更好 因为这个行业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行业 是一个阳光产业链的一个行业 是一个让人站着挣钱的行业 而且尤其是这样一个行业的出现 它给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推动 信息的流动 思想的启蒙 和中国年轻人向外部世界的连接 都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因为今天是互联网大会十周年 大会的十周年也映衬着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十周年 所以在今天上午在结束的时候呢 我觉得正如这样一本书里面说的一样 就是互联网的十年这样一个产业 真正的改变了中国 所以无论我觉得我们的用户有什么样的期待 有什么样尖锐的意见 我想我们都有理由为下一个十年来翘首期待 期待的无非是两点 一个就是说希望我们大公司更加能够保持你们的潮头 利益不败之地 同时也更希望有很多的创新型的小公司出现 也希望你们能够提携更多的小公司的出现 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整个的产业 它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变革推动 才是整体性的 所以呢我觉得在结尾的时候 其实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 让我们所有在场的人表达 对过去十年互联网 这些弄潮尔今天在座的 和很多缺席的 他们的意思敬意 和我们对会议来的期训 我们向他们鼓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您的刚才的对五个人的期望 其实和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期望 是在其中应有之一 我还是说 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有一些不尽容力 人意的地方 它对整体上对中国社会的推动 对中国网民的旗帜 都是立下了汗马共导 所以这就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最后掌声送给他们 好的今天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 谢谢每一位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